中共十九大闭幕后一中全会成为全球焦点 因为根据以往的经历和不成文规定 悉尼界的政治局常委中其中议员将成为国家未来领袖 今天的一中全会结束后习近平率领一众常委会见媒体 在悉尼界七人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 其余五人都是新人 他们分别是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 至于习近平再次出任总书记 展开第二届的执政生涯 这对习近平来说既是认可也是未来的鞭策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这是对我的肯定 新人接班旧人鞠躬下台 这包括习近平亲信王岐山 张德江 于正生 刘云山和张高丽 此外会前呼声颇高的胡春华和全民尔洛马 没有进入常委名单 只担任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也强调 共产党身为全球最大政党 就应该要有大党的风范 不仅要展开伟大的社会革命 也要自我革命 中国共产党 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 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 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 我们要永保 彭波朝气 永远做人民公谱 时代先锋 民族脊梁 尽管中共规定主席只能担任两届 不过国际媒体剖析 政治局常委新名单 并没有出现有望继承习主席的人选 因此政治分析认为 即使习近平不打算在十年后继续掌权 他也有可能因为担忧 太早宣布继任者会削弱自己的势力 给自己制造障碍 所以暂时卖个关子 变成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